你肯定至少有一次这样的经历 虽然是第一次见到某个场景 却感到在什么地方见过或经历过这种情景 这种现象被称为既视感 但是你知道这可能是你曾经轮回转世的记忆吗 伊恩史蒂文森博士在他多年的研究中发现了惊人的证据 证明我们可能经历过轮回转世 今天我们将带你了解他的研究成果 为你揭示轮回转世的真相 大家我是罗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兵的up主 旁边是轮回转世小夏 你自己定的啊 你自己定的啊 虽然轮回转世这个话题在中国我们大多数人都比较熟悉了 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就有轮回转世这个概念 关于轮回转世这个东西在科学上的研究 我们国家是没有的 但是这件事情在国外确实有严谨的科学研究者 伊恩史蒂文森博士就是其中的开创者 他是弗吉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还是弗吉尼亚大学感知研究系的创始人和主任 他对轮回转世的研究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 这啥概念呢 也就是说他把轮回转世做成了一些科学研究 用科学的办法严谨地去论证了轮回转世 在这个项目上他进行了40年全球范围的研究 记录了3000例轮回转世儿童的案例 他的研究和分析得到了整个国际学术界的 一致认可他证明了某些孩子的天赋疾病甚至是 恐惧可能都来自于前世 所以今天的内容呢是关于轮回转世的科学研究 史蒂文森教授第一次遇到轮回转世的案例啊 是在1960年的斯里兰卡旅行的时候 但是呢他看到了一位2到3岁的小女孩和他的妈妈 说起了一个自己从没有去过的小镇 名字叫做卡塔拉格马 并且呢这个小女孩告诉他妈妈 他在那里被他的至战兄弟推进河里淹死了 他说啊他的爸爸叫做赫拉特 是个秃头 这个秃头在卡塔拉格马的市场上卖花 他的家的屋顶呢有一个玻璃天川 后院呢板着一只狗狗 他说是巨大的狗狗 他说啊他们家旁边还有个大大的印度教寺庙 外院的人呢总是把椰子砸在地上 如果是换做其他人 这种事情可能就马上就错过了 不会引起这个警惕 但是史蒂文森是个精神学教授 而且呢几天前他刚好去过一个叫做卡塔拉格马的小镇 刚好对上了 对刚好遇到了 他亲戚的记得在卡塔拉格马小镇里面 确实有一个大大的佛塔 周围呢有一些摊位 这就引起了他的兴趣了 他记下了这个小女孩的话 然后反复的晚返于两个地方 最终啊他证实了小女孩说的是真的 卡塔拉格马小镇的佛塔旁边 确实有一个花滩 花滩主人两岁的女儿 在和他有精神障碍的兄弟玩耍时 溺死在了河里 虽然这个花滩主人家的后院不板着狗狗 但是他的邻居家板着一只大黄狗 而且呢他们家旁边确实有一个印度神庙 每一天印度神庙里那些新印度教的教徒 会拿着椰子砸向纪念 说是这是一种他们祈祷的仪式 这都对上了 尽管这些细节都对上了 但是还是有错误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花滩的主人不是个兔头 但是这个花滩主人的哥哥 也就是这个女儿的叔叔是兔头 那两岁的孩子可能记得有点偏差 但是大概的都一样 这件事情震惊了史蒂文森教授了 从那之后啊 史蒂文森教授就开始收集各种类似的案例 随着收集的案例越来越多 他就越来越相信轮回转世是真的 并且呢是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 他认为我们人类应该开展这样的研究 于是他自己首先就开始着手研究轮回转世 那在我们说啊 史蒂文森收集了大概3000例 可以确定是真实的轮回转世案例啊 他研究了这3000例案例 总结出了五个轮回转世会出现的特征 而且这五个特征在轮回转世上 至少会出现一个 有的人呢会出现多个特征 所以现在我们开始讲这五个特征 大家可以对照一下自己 如果这五个特征你有其中一项 你就可以基本上确定你从哪轮回转世来了 前世记忆是史蒂文森在研究过程中 最经常遇到的情况 小孩子会在2到4岁之间突然开始谈论 他们的一些前世记忆的碎片 在这一世的人身边就感觉他在胡说八道些什么东西 他没有去过的地方 他没有听过的东西 他没有吃过的东西 他会跟你说 以前我吃过什么东西很好吃 这可能不是他胡说八道 这可能是他上辈子的记忆 他吃过 上面说到在斯蒂兰卡遇到那个小女孩 就是这种情况 对吧 这种情况有时候会是因为某种特定的场景的刺激 有时候是因为某种特定事物的刺激 会导致这些小孩开始谈论一些奇怪的前世记 比如说你之前讲到一个案例 就是一个小孩看到二战的老式飞机后 突然开始谈论他前世是一个二战的飞行员 对 你记得这个案例吗 对 然后他说飞机坠毁了 对 然后他妈妈就问他谁把你的飞机打下来 他说日本人呗 对 史蒂兰森就发现 这些孩子不仅能记得以前的名字 还能回忆起自己死完的时间 虽然可能不那么精趣 但是大概时间他会记得 对 死完的方式之类的 对 死完的方式 以及自己以前居住的村庄 生活的环境的一些详细信息 甚至能准确说出自己以前家庭成员及其他们的名字 对 而且我最近还看到了一小男孩中国的 然后一去到缅甸越南那边 越南那边就是烈士林园就开始走正步 三四岁啊 然后烈士林园上面不是也有一些 就包括边境上会有一些那种炮弹的遗骸 弹坑啊 作为展示品现在上来 是个旅游景点 然后他就会很清晰地说出这个坦克上这个叫什么名字 那个叫什么 这可能就是他的前世记忆了 好吧 他去世的时候就在那个地方去世了 所以他投胎后再来到那个环境的时候 马上就激发了他的前世记忆 他能告诉你这些 在史蒂文森的记录里面啊 一般这些孩子都能详细地说出自己是如何去世的 甚至能说出自己的遗言 而且这些遗言呢 所需的知识储备完全不像一个孩子能说出的 但这种情况也不是会一直存在的 我们刚才为啥会说你可能会不记得七岁以前的记忆 甚至像我就不记得我五岁以前的所有发生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这种情况啊 通常会在七岁后开始逐渐消失 有的孩子在五岁后开始逐渐消失 到十岁左右就会完全没有以前的记忆 就像莫蓬汤是延迟生肖一样 对对对 对他来说延迟生肖 五岁在莫蓬汤生肖了 连五岁以前的记忆他都洗了 对 我觉得我现在就是 你也不记得 你问问父母的话 有可能父母会说出一些你的这种奇怪言行 他们我觉得他们可能会记得很清楚 好 我们现在来说第二个特征 奇怪的恐惧症 在史蒂温森的调查中 约有35%的案例存在恐惧症的情况 通常这是因为前世是非自然死亡 比如说前世是因为溺水而死 他就会对水产生深深的恐惧 很莫名的恐惧 甚至一些小水潭他都会产生一种很莫名其妙的深度恐惧 如果前世被枪杀 他们就会害怕枪支 甚至会害怕巨大的声响 如果他们死于交通事故 他们就会害怕乘坐汽车 甚至会对汽车的险生感到恐惧 这是奇怪的恐惧症 同时史蒂温森还发现一种 与之相对的不寻常行为 被称为phalias 意思是这些小孩会对一些特殊的食物 或者是不同的习俗的服饰 产生特殊的渴望 比如说在史蒂温森的例子里 就有一个小孩前世是酗酒者 在他的这一世就展现出一种 对酒精饮料的特别可观 有点现实 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一种 特别是北方有种习俗 长辈会蘸酒 拿筷子蘸酒给小孩舔 小孩会被辣到或欠到 但是有的小孩会觉得 好开心啊 吃得好好喝 这种感觉 就是这种感觉 我这一世对脚多的动物比较害怕 这个是代表 脚多的动物 对 就比如说多脚虫 多脚虫啊 蜈蚣啊 你是不是被蜈蚣堵死了 难道我前世是一只小蚂蚁吗 那有可能 你如果想确定这件事情 我们讲到第五个新传的时候 你可以找一找 对上了 你就可以确定了 前面那个讲 人会恐惧造成他死完的事物 后者则是前世喜好也会遗留到这一世 但是这两种情况和前世记忆不太一样啊 尽管大部分人的恐惧和喜好会随着展大逐渐消失 但是极少数极少数会保留到成年 第三个特征是性别认同困难 或者行为认同困难 这种情况造成的原因比较特殊 因为通常我们都认为轮回转世是不受人类主观意识所控制的 所以可能就会出现前世是男孩 现在又成女孩的情况 或者前世是富人 现在又成穷人的情况 对吧 这种差异就会导致一些奇怪的行为 比如说重生为男孩的前女孩 虽然是个男孩了 但是会喜欢把自己打扮成个女孩 或者更喜欢和女孩玩 史蒂文森在印度就遇到一个极其特别的极端例子 很极端 就是在印度一个高种性富人 转世到一个低种性穷人家中 就表现出了不适 他拒绝穿廉价的衣物 拒绝吃廉价的食物 甚至要求家人给他做按摩腿脚的服务 从小就这样吗 很小的时候会这样 但是长大以后会不会这样 那个史蒂文森说 不会 随着生活环境 随着前十七亿的消失 他也会适应现在的生活环境的 他估计不会手挨打 确实 其实这种情况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很容易被我们忽视 对吧 也就是这个情况 被史蒂文森发现了 而且在印度这种贫富差距非常大的国家 这种行为显得尤为突兀 在其他地方 比如在我们中国 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小孩子作妖 给打一顿就好了 对不对 哪那么事 对哪那么事 所以这种行为在我们周围很可能经常出现 但是大多数人都把它忽略了 性别认同困难和行为认同困难 在史蒂文森教授的研究中发生了两个不同的情况 行为认同困难随着年龄的增大 它会逐渐消失 但是性别认同困难可能会影响终身 史蒂文森教授曾经探究过 同性恋和异状屁是不是就是前世记忆导致的终身影响 但是由于史蒂文森教授在2007年就去世了 这个研究项目并没有继续下来 所以目前不得而知 第四个特征 陌生语言习得能力 陌生语言习得能力是一种很惊人的 且是轮回转世的铁证 这种能力很少很少有人会遇到 而且需要外力来引发这种情况 比如说催眠 最著名的案例是美国演员格伦福特 他在被催眠的时候回忆起了自己的前世 是法国路易十四玩时期的一个骑士 令人惊叹的是 尽管福特说自己对法语只是了解一点点 他是美国人嘛 而且是个现代美国人 七八十年代了 但是在催眠状态下 他能流利的说出法语来描述自己的前世 更惊人的是 当他催眠状态下的回忆被录下来时 分析发现 他不仅说的很流利 而且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 三百年前才有人用的巴黎方言 在巴黎生活过 对在巴黎经常生活过的这么一样 但是这种案件呢 虽然清晰 虽然确定 但是案例很少 仅仅占到史蒂文森教授 整个案例中的百分之零点四 这样吗 就是也有一个 我之前讲的那一期里面 也有一个 他会说古罗马语 对对对 我想起来了 他会说古罗马语 对 然后那个语言目前只存在于博物馆里的古罗马硬币上 没有人再说了 还会说古冰岛语 这种 他是有多事记忆的记忆 这种人比较少 对好难得 这种人应该卷认起来 第五个特征 与死者伤口相对应的胎记和出身缺陷 刚才我 你不是说到你害怕多只要动物吗 对 你可以在身上找一找 是不是有一些相挨尽的哑口型胎记 被咬到的胎记 为啥我这样说 因为在研究过程中 史蒂文森博士发现了一些非常惊人的事情 有些孩子的身上带有胎记 胎记其实很正常 我身上也有 而这些胎记和这些孩子回忆中 被枪杀致死的 枪杉部位高度相似 第一张图是一个印度少年 胸前的色素减退班战 他也有前世记 他说他小时候记得自己 是一个叫做马哈拉姆的人 被近距离用散弹枪杀死 所以史蒂文森就探究了 他所回忆的前世死亡的地点 在当地的警察局 他发现了下面这张图 这张图是一个叫马哈拉姆的人 去世时尸检的报告 像上面这些圈传的地方 就是他中弹的地方 你可以对比一下 几乎和上面的胎记 是一一追隐的 而在下面这张图里面 是一个泰国男孩头顶的 一个小型圆形的褶子 这个胎记 可能不太清楚 因为这是七十年代的照片了 这个小男孩也有前世纪 他说他记得他以前是被人用步枪顶住后脑勺杀死的 在史蒂文森的研究里面 他发现许多胎记和伤口基本的一一对应 在49例事例里面 获得尸检报告描述了43例伤口和胎记之间的对应关系 吻合度达到了88% 在这里有点讲运很感人的 去年我在网上查到的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 就是先开始那男生和女生是男女朋友 他们养了一条萨摩耶 然后养到十几岁 那个萨摩耶可能就快老去了 狗狗在老去之前一直在舔 他的左前转一直舔一直舔一直舔 然后就去世了 然后两个人特别伤心 然后后来他们俩就最终走到一起了 结婚了 然后生了个孩子 他的左前胳膊上 有一个一模一样位置的太阶 狗转吃到他吃 就是因为他们可能太爱那个狗 然后那个狗也很爱他们 然后后来就转世成为他们的孩子 那孩子说 妈现在全世界的人都知道 我前世是条狗 妈我谢谢你 其实大家这个时候 也可以找找自己身上的胎记或者痣之类的东西 也许这就是你前世的遗留 是你前世死去的原因 或者其他什么事的遗留 为啥就是其他什么事的遗留呢 因为史蒂文森还看到那种非常奇鬼的对应 这种对应是出身缺陷的对应 好我再给你看张图 这张图是一个图儿 其实男孩的耳朵 他的耳朵有严重的畸形 对吧 而他也有前世纪 他说他脑海里一直有一个印象 一个印象模糊的男子 这个男子从近距离发射散弹枪 直接击中了他头部的右侧 也就是他耳朵这部分 这不是个孤立 还有图 这张图是一个缅登的小女孩 他天生右小腿缺失 他说他记得自己是被一辆火车碾断了自己的右腿 之后自己就晕厥过去了 虽然这种前对应非常神奇 但是也很稀少 在1330个案例中 只有四个能找到与前世类似的这种缺失对应 主要原因呢 这些畸形本来是非常罕见的疾病了 能够引发前世记忆的畸形那就更少了 上面呢就是史蒂文森总结的五个关于轮回转世的标志性表征 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不是以前有以前的记忆或者前世的记忆 你可以去问一下自己的父母或者自己的长辈 找一下自己身上的对应 找一找是不是自己的胎记 曾经你指着这个胎记说我是被探到的 怎么样的啊 当然如果你对更多的关于轮回转世的案例感兴趣 可以看看史蒂文森的两部著作 《轮回的20个案例》和《记得前世的儿童》 这两本书在精神感知学领域是非常著名的著作 经常被引用到的 史蒂文森也相信当他研究轮回转世机制 被深入了解后啊会带给这个社会巨大的概念的革命 这个革命甚至比哥白尼引起日新说的革命还要重要 想想想一下如果我们真的确定我们有来世我们有前世 那我们对我们的人生价值和世界的看法会发生怎样巨大的影响 是吧 到那个时候我们该如何获得一个真正的好的来世 我们如何用精神为来世做准备 是谁决定了我们的来世 来世是否可以选择 这都会变成我们精神必须思考的问题 好今天的这种精神给大家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